嗨,我的名字是凯英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的部分 嗨,我的名字是凯英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嗨,我的名字是凯英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每次Windows藍屏出現的話 那大家就會瞬間閃過這個畫面 然後你就趕快記下來它到底上面寫了什麼 那有時候閃超快的,你根本還沒記到 它就已經關掉了 那我待會也會分享一個軟體的部分 也是Windows官方的軟體 它就可以簡單的讓你知道 你到底是用了什麼軟體 發生了什麼錯誤,造成藍屏 那個軟體我們待會來分享 那今天我們就是來分享一下 藍屏到底要怎麼解決問題 因為我前陣子 因為我前陣子把我的i9處理器燒了 因為前陣子我把我的i9處理器 兩萬多塊的處理器燒毀了 所以我就換了一個新的處理器 那主機板沒換 裡面的硬碟也沒換 那Windows 因為我前陣子把我的i9處理器整個燒毀了 兩萬多塊的處理器就被我燒毀了 那我就換了新的處理器 但是我們的主機板沒換 硬碟也沒換 什麼東西都沒換 Windows也沒有重灌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非常非常多藍屏出現 那要嘛就是什麼驅動程式啊一些問題 所以第一個解決藍屏的問題就是 你重灌你的Windows 有一些驅動程式啊 可能不相符啊 或是你插了新的硬碟啊 插了新的記憶體啊 有些東西 舊的驅動 或者是新的驅動 反正你就有一些東西 不相符啦 那你重灌就可以解決一大半的問題 那每次Windows藍屏出現就會閃過這個畫面 那你就要趕快快速把它下面這些資訊寄起來 去查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有的時候真的是閃太快 你根本還沒記到 它就不見了 那我們待會也會分享一個軟體 就可以讓你輕鬆的去查一下 到底是軟體的 哪一個軟體出現的問題 或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你比較好去排除錯誤 那前陣子 前陣子我把我的i9處理器 燒毀了 因為水冷bump壞掉 結果它整個就燒毀了 就壞了 真的是很GG 兩萬多克的CPU 直接泡到水裡面去 那前陣子我的i9處理器 就整個壞掉了 前陣子我這個i9處理器 就整個燒毀了 因為我的水冷bump壞掉 結果整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就故障了 反正就燒毀了 那前陣子我的i9處理器 就直接燒毀了 兩萬塊就不見了 我的水冷bump故障 結果它就燒毀了 真的是很GG 反正我換了新的CPU 那結果就出現了很多藍屏 因為我Windows沒有重灌 硬體那些啊 設定啊 驅動啊 都沒有改 所以變成問題一直出現 那藍屏就開始 惡夢 開始的越來越多 這藍屏的惡夢 就開始 一直瘋狂 這藍屏的畫面 就一直瘋狂出現 反正第一個 我覺得解決的方法就是 你先重灌 前陣子我把我的i9處理器 直接燒毀了 這兩萬多塊 CPU就直接被我燒毀了 真的是很芭樂 因為什麼水冷bump壞掉了 那整個它就一直重開重開 然後就超級高溫 連開都開不了 結果CPU就壞了 反正我換了新的CPU 之後 問題更多了 前陣子我把我的i9CPU燒毀 這兩萬多塊的CPU就 就被我燒毀了 那問題 就從這裡開始 越來越多 藍屏就會一直出現 因為我換了新的CPU 我Windows沒有重灌 驅動程式也不知道要怎麼抓 然後整個就是藍屏一直瘋狂出現 所以第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你可能換了新的東西啊 那藍屏一直出現 你就 重灌Windows吧 就是重灌一次 就全部的驅動程式 從頭開始 就問題可以解決一大半 那如果你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就重灌了Windows 還有很多藍屏出現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式就是 確認一下你的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我這些問題全部都記下來 那我 去確認一下你的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我這些三十幾個藍屏的畫面的問題 我全部把它記下來 那分析一下 差不多都是記憶體的問題啊 反正我們就去把記憶體 把全部拔掉啦 先把它拔掉 然後剩最後一根去試試看 到底是記憶體的插槽有問題嗎 還是記憶體本體有問題 還是你的速度調整不對 或者是記憶體的電壓不夠 你有電壓不夠也是一個問題 反正你就是速度調對 電壓調夠 那記憶體就是一個很大的解決方向 那理論上這樣子 那理論上灌完Windows 用完記憶體 如果你正常 所以理論上你 理論上你 理論上你重灌完Windows 然後用好記憶體 應該說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如果還是有問題 你可能就是你的軟體跟你的硬體有一些衝突 那我們就要來分享一下 有一個軟體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從你的藍瓶的快取記憶體 那如果你已經重灌了Windows 記憶體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就比較多是軟體的問題 或者是你溫度過高的問題 如果溫度過高也是會常常出現你的藍瓶畫面 那 那你的Windows 那你Windows重灌好 記憶體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如果還是一直出現藍瓶的話 那第一個可能是你的軟體真的跟你的硬體有衝突 那我們就 那你Windows重灌好 那你Windows重灌完 記憶體裝好之後 如果還是還是 你Wind... 那做了這麼多 那如果你Windows重灌完 記憶體檢查也沒有問題 結果還是一直出現藍瓶 那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的... 那Windows重灌完 記憶體故障 那你如果還是出現藍瓶的話 那你可以走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 你看看你的溫度是不是過高 會不會是因為溫度過高 讓它自己藍瓶 或者是直接黑瓶 然後就直接重開機這種問題 那你就要去喬一下你的 CPU電壓 輸入電壓的部分 讓它降低一點 讓CPU不會這麼燙 另外一個方向呢 就是我們有剛剛的軟體 Windows Debug Preview 這個軟體 那我們就現在來分享一下 這個真的是超好用 所以你打開Windows Debug 所以你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那你... 所以你... 那你藍瓶 你打開這個... 你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如果發生了藍瓶的狀況 那它就會出現在右下角 讓你快速的開啟 你上次藍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它有一個... 那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 那打開... 那打開這個軟體 那... 那打開這個軟體 你... 那打開這個軟體 你可以快速的到... 那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已經遇到了藍瓶的狀況 你右下角會出現那個快速的開啟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點開你的藍瓶 看看你的快取記憶體裡面 到底... 存了... 你的記憶體裡面到底存了什麼藍瓶的資訊